我是曾莉 我是苗江故事民族福祉博物馆的创始人兼馆长 我也是一个苗绣的收藏家 是中国飞移苗绣的传播大使 在我的理念当中 因为我觉得苗绣足够的好 我想让更多人去了解它 所以就是做国际传播这一项 也是我的一个工作的内容 会做很多的这种展览 我们跟很多国外的这些机构 我们有些合作 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就是 虽然是马丁时尚艺术学院 我们跟他有一个长达五年的一个合作 每年我都会带领他们的这种师生 然后到苗绣去考察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 就是苗绣的时尚研发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把苗绣带到了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这个大品 去做苗绣的这个公益广告 我在美国也出版过苗绣的 就是专题的书 其实机缘就是 我在博物馆接待了一个美国的客人 然后当他看到了苗绣 他觉得说我们能够合作 苗绣也通过这种就是外文书的这种形式 也传播到国外 这应该是在叫什么 就是贵州版权输出 好像是第一例 好像是这样 所以不管是第几例 我觉得我都挺开心的 另外一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跟很多品牌 国外的这种品牌有合作 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文创品 我觉得苗绣最大的这个特点的话呢 它是一个复兴系统 这一套抽象的这种复兴语言 这个是它在形式上 我们看到的形式上的一个特点 另外呢 就在使用功能上 苗绣是拿来作为认知的 一个符号的一个约定 执行这个约定的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文化的这种功能 功能性 以及我觉得它就是 和普通的这个刺绣 它是不一样的 它关乎到传承 关乎到这个族群的这个血脉 还关乎到就是说 我们是作为这个族群的 一个精神曲致 所以它的形式也好 它的那个就是 就是我觉得文化功能也好 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它有它自己的一个 就是独立的文化体系 对于苗主人来说 苗绣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内容 和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这个都是简单意义上的 一个装饰啊 什么呀什么的 而就是他们的一个 符号 是他们的一个旗帜 我自己还真是特别喜欢西绣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 我觉得它很过一期 很高级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因为它用金属锡嘛 然后来作为刺绣的一个主材 我觉得很特别 它那个刺绣的这个内容 又是抽象的这种复兴文样 所以它很有一种穿透感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很国际化 又很当代 但是可以说从西绣上 我能读到贵州的贵气 它有文化价值 它有艺术价值 它有工艺价值 当我去给别人推药 当我去给别人推荐苗绣的时候 我觉得西绣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我们越了解自己 然后我们才能越自信 首先会看到的是它的一个色彩 它的一个视觉语言 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呢 就是说整个苗绣 它是一套复兴系统 所以我觉得它是艺术和哲学的一种叠加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贵州来说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文化复兴 我们文化自信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表达 一个内容 它是贵州手上国际的一张名片 它有这个就是认知的基础 的就是的 有限了 的有限都 不明显 全努力 章 超自信